诶 是不是有种脸到绿了的感觉啊 告诉您吧 绿了有好处 可以顶替绿马 正是 黄埔江头冰车行 二更之后就封城 车林林马萧萧 时空伴随必有妖 一江春水向东流 红马黄马要跳楼 桃花屋里桃花庵 半夜有人拍板砖 起来起来 做核酸 快人快语天下事 京腔京韵老北京 各位茶友各位观众听众 大家好 欢迎光临欢乐醒脑的老北京茶馆 品春茶听段子 我是李正 茶坊一挂段子先行 今儿开板 咱们书接前沿 话说东航5735坠机事件震惊世界 132位客人 和机组人员 全部遇难 遇难者家属还以为 光是对亲人突然离去 没思想准备呢 几天下来才发现 对自己突然遭遇党的 刁难 封闭式隔离 互相谁也见不着面 党啊 大大松了一口气 哎 行 省了你们 要五贺六的 到处围追堵截 他追着党要什么黑匣子数据 坠机原因 没工夫告诉你 简直验证了那句千古绝句呀 防疫隔离 是口锅 想弄谁 就往里割 您要是细品品 目前治国理政啊 就按这套路来的 在全世界的疫情都逐渐成为记忆的当下 一直抱怨外国人不抄作业的党国 正在跟变种病毒啊 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肉搏战 或者是想象中的肉搏战 今儿呢 就带您溜达一圈 看上天朝党国那些封禁之地 发生的奇葩事 有位厦门网友爆料 厦门管控不是严格 怎么严格呢 现在呀 全州电话不能接了 那边有疫情 谁要接电话 您立马就变黄码 接疫区电话变黄码 这病毒已经超音速顺电话线传播了 这网友啊 在底下就答 对了 我老妈呀 哪都没去 就在家里头 就跟全州通过电话 上面就显示了 已经变黄码 原因是接了疫情地区的电话 厦门防控办公室表示 谁不服啊 您现在就给全州那边打电话试试 绝了也是 大家知道魔都上海呀 疫情防控出新招力 上海市政府星期天也就27号晚上 在官方社交账号上宣布了一创意封城的折 两阶段发疯 具体是呢 以贯穿该市的地标黄浦江为界 进行封锁 浦东啊 从28号开始到4月1号 这期间封控大规模核酸检测 期间呢 所有人员逐步出户啊 公交停运 浦西呢 4月1号到5号 这期间封控 网上有疑似两位上海网友在线聊天 假就说 我已经居家隔离7天了 您猜什么原因啊 我吃了半个蛋饼 共产党啊 说我跟蛋饼密接了 其实距离密接事件都过去11天了 我还算危险分子呢 对面那位啊 都听呆了 啊 蛋饼是什么鬼啊 假就说 我买了个蛋饼 外卖的 对面问那位 那然后呢 假又说 跟棋手我都没碰过面 据说呀 做蛋饼那位 那员工啊 在我买蛋饼第二天 一测 阳了 爸他 我吃这蛋饼 做的时候 他是阴的呀 而且 做蛋饼的不是一个人呢 好像我吃那蛋饼啊 不是他帮我做的 您说这扯不扯 我算发现了 有关部门呢 整个一时空 时间空间 拿原规呀 前后这么一画 给圈进去了 据说呀 是跟英国那圈地运动学的 上面通知了 蛋饼群里头400多位 一个都不能少 全隔离去 我呀 算是万幸 靠原规那个边上 跟家隔离 他们全是封门啊 大白上门 大白是谁呀 大白就是穿生化武器 防护服那伙人 哎哎哎 对面那位呀 听贾这么一说 都笑哭了 问了一句 您这段子 我能发朋友圈吗 贾就说 妈呀 您当我跟这编故事呢 我这是真的 对面得赶紧解释 我信 我信 我就是想让我朋友圈人 乐呵乐呵 哈哈 贾放心了 说 啥吧 简直了也是 一蛋饼 让我跟家闷了14天 人人都说了 我是次密接 蛋饼是密接 对面那位赶紧着不 您是蛋饼的次密接 贾说 可但是 但可是 他没提前告诉我呀 结果好 我把密接的 直接咽肚子里去了 我现在 倒是不担心病毒 我就担心一事 是不是谁在蛋饼里 偷着掺了 笑老婆尿了 要怎么我现在 笑起来没完呢 我都笑了多少天了 我都 等解除隔离呀 我得找地方置去 这事您说 可笑不可笑 呃 茶友们 谁刚才笑了啊 赶紧跟留言区底下 摁数字1 我瞅瞅 这笑尿 是不是传染 嘿 不是您要是没笑 再给您说个段子 这段您要是还不笑 那您必须得看家庭医生去 话说 但凡两个上海人遇上 不管旁边有多数外地人 外国人 各种外人 那都得庞若无人 说上海话 哎 就是这种上海人 有个叫大纲的 在一个叫红毅精边骨干临时委员会的群里边 发了一疫情期间出洋相的小视频 别人就问 什么情况 大纲操了一口 我几乎完全听不懂的上海话 说 现在上海市民 不是都可以在家 拿自测那测试纸 测核算了吗 有个居民测完了以后 看不懂什么意思 拿着自测的测纸 试纸 一路小跑 就冲进委员会了 居委会 进去就问管事的 我这显示的什么意思 居委会好些人 都挺好奇 全围过来 脑袋扎一块 瞅 这一瞅了不得了 试纸显示核酸阳性 然后 一群省略号 连这位积极响应党国号召的居民 带居委会全体工作人员 管你是小脚真意队队长 还红胳膊敢死队队员 全都就地封存 一个都不能少 齐活 这群友一通惊叹 说 这居委会碰精品了 不过得承认 精品的出现 是居委会工作不到位 发放测试纸的时候 没跟人讲清楚 这回行了 主动送出门来一位 后边活来了 全部居民挨个谁也甭走了 全测核酸吧 真是痛病又哭又笑着呀 不过这事儿是闹得有点大 感觉惊喜大翻车 其实据人说 上海现在多少人已经测出阳性来了 那实际数字都没法说 很巨大保密的 有知情人说了 眼下官方是雷声大 雨点小 因为实在是 吼得不过来了 这真不是随便说呀 推特账号新闻调查 推了一段录音 上海相关部门 想出了一个对付阳性数量激增的 维稳小妙招 给阳性病例患者 统一颁发阴性报告证书 然后私底下偷着打电话 口头通知本人是阳性 不行 您要是不信 您自个儿听 是阳性的 哎呦真的是 那为什么他的报告是阴性的呢 他报告不发的 就是阳性的报告是不发的 就您看到的可能是之前的阴性的 忒可怕 忒忒可怕了 这个 不过话又说回来 再痛苦纠结 凡事儿啊 也有个头 不过这话 现在有前提了 您可千万别住 徐会 康健街道 您要一不留神 把家安那块钱 那您就洗洗睡吧 呃 睡到什么时候算呢 一时半会儿 不需要考虑醒的问题 为什么呢 封锁时间呢 它比较长 多长啊 也不算太长 才180年零十二天 啊 疯了这康健街道啊 不信呢 您往这儿瞅啊 康健社区 一家入户门的门口 贴着康健街道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贴的隔离封条 两头啊 是俩红圆圈 里头印着硕大的封字 上面那是中英文 双语口号 居家隔离 误出误访 共同坚守 共克时间 这共克时间 克多少长时间啊 底下写着呢 2022年3月19号 到 2202年4月1号 这回您知道 社区防疫防控小组组长 有多大权力了吧 2022年 给您呢 把那零挪个地方 您就老老实实 跟家里疯着吧 我拿计算器 掐指一算呢 这户人家需要隔离 180年 零十二天 逮亏这事儿 没让花边小报的记者逮容 要让他们打上去 非上头条不可呀 重磅 孙行者被押五行山下 320年以后 余下行期 预备在上海徐会 康建社区 以居民楼内执行 往周围居民 谨慎绕行 别惹着他 您说乱不乱吧 说起来是个段子 真瘫到脑袋上啊 不折腾个半死 也得折腾个四分之一死 真容易犯心脏病啊 跟您说呀 上海长桥街道 不就是吗 都折腾四回了 广大心脏病患者呀 接受了四回 剧烈的情绪波动考验 3月22号凌晨 宣布成功动态清零 小区解放 说呀 咱们要用出入证管理 保护胜利果实 结果当天半夜 突然宣布再次封闭 还一同道歉 抱歉 胜利果实啊 没保护住 好容易 5月25号凌晨又宣布解封了 又说要出入证管理 再次保护胜利果实 结果当天半夜 结果当天半夜再次大乌龙 再次宣布封锁 又道歉 又请谅解 这回呀 这回呀 什么时候筛查 等通知没谱了 哎呀 就是这么有脾气 难怪网上流传的一段金句问答呀 问 疫情控制住了吗 答 疫情控没控制住 不知道 市民 那肯定是全控制住了 去过上海的人知道 上海人口密度多大呀 稍微老点社区更是 不说别的 您就说一封锁 那么多住户 吃什么喝什么呀 网友鲁难呢 晒了一下上海江桥镇 南详大润发超市的菜酱 刀豆 一斤27块2毛5 大白菜 一颗77块9 纸天椒 一斤54块5毛5 卷心菜 一个 81块4 您就说 普通老百姓 怎么活吧 怎么吃得起呀 就这 还是有可能抢不着的呢 上海网友拍了个视频 大半夜的出去 拉着腊杆香 抢菜去 听说马上小区又要疯了 半夜三更 现在半夜11点钟 去批发市场买菜 我们家附近的有个农贸市场 然后现在农贸市场因为疫情 白天不开了 半夜开 半夜12点开到早上8点 先去农贸市场买菜 见鬼了 正式 那您没瞅见上海白天 在菜市场疯狂大抢购呢 有网友就问 社区封闭之后 不是有人专门送配送菜吗 您可甭提配送菜了 简直把爹都坑惨了 现在都出现什么情况了 有的地儿啊 为了保证是官方统一配送 已经冲进居民家里头 开始翻冰箱了 翻冰箱干嘛呀 严查非统一配送的菜 理由特科学 说冰箱里头的普通非配送菜呀 进口渠道 不是 进货渠道 疑似有病毒 必须得赶紧销毁 有知情人还介绍经验呢 说了 挨家挨户的 查冰箱呢 之前囤的货呀 就这样 全被扔了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呀 还说 农商街那边的 已经开始实行这政策了 冰箱里有啥菜 赶紧吃吧 您那 一旦查着 那就没机会吃了 农商街 我查半天 上海没见着有农商街 一搜啊 广西省东兴市那儿有 但愿吧 只有那个极个别地方 特例搜冰箱 只坑了一小部分爹 要大面积坑那颗草草 不过上海这一封锁呀 确实也没好哪儿去 反正 上海浦店路 围房九村 居委会还是社区 都发通告了 各位居民请注意 如果封控时间内 实在买不着菜 您先向邻居借点 实在借不着 您跟我们知会一声 不建议您吃绿花带去 文革大跃进式的动态清零 缔造了这个地球上 各种一窝蜂的奇观 简直奇葩了都 网友不说吗 2020年3月26号 要记录史册了这天 整个双休日 全上海人民 都在自个儿家戳笔孔呢 2020年3月26号 中国上海据说 有2500万人 自个儿戳笔孔 创造了同一天 自己戳笔孔的最大人数 记录吉尼斯世界纪录 不过有眼睛血亮的人民群众 透过表象 真看本质了 终于发现一个残酷的镰刀事实 打了30多亿次疫苗 插了70多亿次喉管 掏空了26912亿的疫苗基金 创下了60多万亿的疫情经济 全国各地还是一片哀嚎 如果您这时候还以为 他们的手段是出于防控需要 那么您脖子上那颗硕大的脑袋 硕大的头颅 可以考虑放烧烤架子上去了 仿佛听见从东方蜘蛛那方向 传来了林郑考鹅惨烈的呼唤 别上烧烤那刺肉我熟难受 不过这位发现镰刀秘密的网友 没理会考鹅那滋滋声继续说 一旦把民众的健康乃至生命 作为发财的手段 我相信他们手里面握的已经不是针管了 而是吸血管 他们手里拿的不是手护刀了 而是屠刀 见证了种种奇葩诡异 荒诞不惊的疫情防控戏码 网友们默默的找出了御用板砖智囊 钟南山钟老爷子他的讲话 重温了一遍四个自信指数报表的丧钟之声 老爷子说 在我们国家是科学支撑政策和决策 而不像有的国家那样 用政治来指挥科学 我就一问题 要是这句话扔出来 一尊习近平都听不出来 这钟老爷子是在高级黑他 那就彻底没辙了 网友乡女饱含热泪的听完中院士的金句总结 问了一大串问题 钟大老板 我们按照您的要求 口罩也戴了 消毒水也买了 天天核酸也测了 三针疫苗也打了 把蓝根也吃了 双黄链也吃了 安木熙也喝了 莲花清瘟也吃了 就连您推销的空气净化器我都买了 要骂他 还是被隔离 还是被感染 请问 是不是您还有什么推销的 我没买着啊 据说上海有位叫 孤独星球的不知名文化情感博主 是一小粉红 让上海这一波操作 这一大榔头 动一锤子 吸一杠子 这封锁政策憋的 都红转绿了 人说了 现在上海实在推魔幻 有的小区 前前后后做了八九十回核酸 全部阴性就这么给你关着 有的小区都有确诊的了 结果做过一两回之后 畅通无阻 该上班上班 该出行出行 有的人 关了十天十四天 多说两天过去了 有的人从来没关过 天天跟外边喝咖啡 有护士因为犯哮喘 医院关门不收 活活憋死 有的无症状感染者 在家里都快痊愈了 愣是薅走 集铁宿舍挤豆芽下 完事儿 医护人员累得 基本崩溃 生泪俱下 您这是什么操作呀 生生把我这小粉红封成了整天打一二三四五骂人的喷子 魔都这魅力 您不服 听了前小粉红同学说这一大串话 不禁让我们这些也不红也不粉红的同胞百感交集 没想到党这封锁政策竟然还能起到驱动小粉红早日清醒的作用 实在是充满喜感 身在长春的一位茶友给我们发来了第一现场的报道 后边节目里边呢我们会陆续的跟大家分享 党国疫情各方各面各地的奇葩故事 防疫人员就说 眼下几乎全中国都可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全中国也都处在随时被卷入突发精神病式的 全员做核酸的浪潮里边去 就像天津 现在也是从城市到乡村开始新一轮地毯轰炸式的做核酸了 给人一种死灰复燃 没完没了的感觉 为了纪念这个可怕的全民运动 特别为大家朗诵一首天津卫版古诗 做核酸 涛化物理 涛华案 涛化案理 做核酸 我命忧我不忧天 天天让您做核酸 酒行甚在把力摊 酒醉却在做核酸 众里熏踏欠百度 那位倒霉 做核酸 小楼叶挺春鱼 春鱼挺弯 做核酸去 莫愁千路没至极 好不妮了 知己一圈在 做核酸了 男孩 还核变上了 劝下藏啊 好嘞 送上好茶 手语余香 欢迎您订阅分享 老北京茶馆 下回节目 再见 那个男孩 还讨аж Abst一杯 女孩 整 först一杯 您好 所以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